昨天借车给三岁开出去 回来之后呢 轮胎就漏气了 我说他肯定是扎钉子了 他不信了 然后呢 经过检查 这里有一枚铁丝 现在先把这个气压打上来 然后呢 再开出去补胎 现在才发现我的车 原来有两条避震的 这里一条 这里一条弹簧的 之前的那个车呢 只有一条弹簧 这个人都掉了 咱们有缝佛秀的 秀的快关键啊 这给你开了一次 就扎了两枚钉子 刚刚我们发现的那个铁丝啊 还不是 这里又有一枚钉子 这个是用墙子拔出来的 然后那边还有一个铁丝 还好那个铁丝没有扎穿 你司机开车不都是这样子吗 我们现在来到虎门的怀德新村这里 这里好多果园鸡啊 明天 明天要出发去四川了 三岁他说 今天要抓个果园鸡 煮汤给我喝补一下 你笑咪咪的干嘛 OK 宰哥在 谁干嘛 谁干你哦 我从我一个鸡要63块钱啊 两个人吃得完吗 这么大一只 你会不会通鸡啊 不会我拿去叫人家杀吧 毕竟我是手无不群之力的人 这样子吗 那不是又要出一笔钱 就几块钱而已嘛 这不是小不小气的问题啊 自己动手风衣猪食嘛 对不对 你现在 你现在在城市里面 万一到时候你回到农村了 那你不要说几块钱的事啊 谁给你杀 对不对 不知道这只鸡会不会冤车哎 不会的 鸡怎么会冤车呢 市场大门口啊 不知道为什么是进不去了 有人有人在 老板杀不杀鸡 帮我杀只鸡行吗 四块钱啊 我的妈呀 好了好了好了 四斤的鸡不知道杀完了之后还剩多少斤呢 今天尝尝三岁的鸡汤 手艺怎么样 嗯 一般般吧 为什么一上电梯就要照镜子呢 这是自恋吗 不是自恋 是你拍视频把我拍的太丑了 然后我就看一下我真的有那么丑呢 因为我个人不敢杀鸡不敢砍鸡啊 你的香妻良母形象已经没有了 又不会杀鸡又不会砍鸡 谁说要杀鸡砍鸡才是香妻良母的啊 那个鸡脚不要丢掉给我啊 我喜欢吃鸡脚 有 我这40米大刀看来都砍不动这只鸡了 这个鸡屁股要不要 我不要 要不赏给你吃吧 不要就人要了好了 剩下的就交给谢大美女了 好的 没问题 你那个鸡砍的太大块了 能砍开给你都算不错了 你都砍不了 那你要吃西饭吗 叔叔这个出去给你买了 买了你要吃吗 那你不吃你自己都不坚强一点 我上次还答应你给你买个假饭 没事的 一样都是那么漂亮的 那你看我也长得那么好看是不是 我过去我我过去我拿那个轮椅推你出去玩好不好 过来就不漂亮了 我们都老了 希望我们还能相爱着 眼睛模糊了 头发也太了 半年周恩也很快乐 如果有一天 不被他妈太多一点 我会爱你到最后一刻 很想一眼的照片 很幸运日落 出来做一下 三岁跟他老妈在那里视频 然后呢 视频到一半就呱呱大呼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有时候真的很羡慕那些有妈妈的人 因为我是从小到大都没有叫过妈妈的 听了我都心里特别难受 真的过一会等他视频完了我再上去 西洋菜 这个豆腐肥猪肉 哇这个鸡汤特别美味 红枣枸杞居然还会放药材 开饭咯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